Rebecca, 還沒回來的 原來留在你身上 今天早上我上班時看見劉仔在車上 謝謝 別客氣, 那我上去做事了 你和他有什麼事? 匙匙都留在別人的車上 最近我跟他特別有緣似的 另外要一份波士頓龍蝦套 多給我一份黃牛鵝, 麻煩你 好, 收到 上次要我在荒山野嶺等你這麼久 這次還不拆回你舊本 到時候就等你來買單 好飽啊 為什麼Max這麼晚還沒來? 不是又放飛機嗎? 糟了, 只要他來買單 銀包也忘記帶了 小姐, 不好意思 我們差不多收店了 麻煩你買一張單吧 好啊, 好啊, 你打一打壓一下 Rebecca 張佬? 怎麼這麼巧? 我忘記帶人跑 不用怕, 包在我身上 這位小姐的單單給我買 是嗎? 瑤蘇, 我會計算給你的 我跟你這麼有緣 這頓我請你吃 這麼貴的單, 他也幫你買 他的動機真不單純 他足足夠了我兩次 他擺明喜歡你了 對了… 現在有個小鮮肉在無縫緊接 你跟Max那邊快放棄吧 不要報仇了 我吸引到小鮮肉, 是我的實力 關他什麼事? 我在旁邊看著你這樣踩光線 我替你害怕嘛 我有吸引力, 和報仇是兩回事 張龍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心 你怎麼不記得 上次他在合同保安保安人 你耍我嗎? 也是啊 還是看好一點 又是時候挖筆了 Max 發生什麼事? 你的聲音這麼緊張 是呀, 我家裡突然停電了 好像吹了燈 不知道是否電箱出了問題 你可不可以馬上過來幫我看看 但是這些事是否找師傅辦好一點 我打了給那些師傅 他們個個都師子開大嘴 現在房子黑漆漆, 我真的很害怕 你之前跟我說過 我有事的話, 你會馬上過來的 好了…那你等我吧 還算嗎? 我知道你之後一定說很忙來不了 然後就叫我貴一點也找師傅上來弄 之後再給我錢 好, 讓我沖上一個漂亮 慢慢等你給我錢 老公呢 真是會來這麼好死 張龍? 你家裡是不是跳燒烤嗎? 你怎麼知道? 我其實有兼職做水電 公司掛單收到你打電話 來到才發現是你家 原來如此 你也看到了, 我家裡有電, 沒事的 要你白行一趟真是不好意思 不要緊的 如果你下次有需要的話 直接找我, 我先走了 謝謝你 想想, 你也沒有打電話找師傅 老公, 你只是跟了Max說 為何章龍會上來找你? 可能性只有一個 就是龍力士叫他上來的 你每次出事都是章龍出來英雄救美 莫非也是同一個操襲? 我還以為天天可能覺得我失去橙 就給我一隻桿 誰知道原來那隻桿 也是有橙是要安排我身上的 那為什麼橙要這樣做? 可能那橙覺得我沒有利用價值 想撇勒我吧 如果他是純粹想跟你分手就算了 如果他是發現了你騙他 那就大件事了 可能他還沒確定 他花了這麼多心思來討好我 無非也是想跟我好來好去 可能他覺得我最近有點異心 他才找張龍來追我 那你那個騙子的行動真的要停了 真是很牙煙 想心一層吧 他找人來討好我, 找人來追我 某程度上 他不敢當面跟我分手 你在想什麼? 洪若瑞, 我還是上把 龍力士還記我 我是他父親的秘書 你還打算繼續押前嗎? 我覺得我還有機會 可以把最後這筆 Max, 這次大件事了 我剛才開車的時候 我不小心碰到別人的跑車 你有沒有受傷? 那倒沒有 不過這次很明顯是我李虧在先的 人家那輛是超跑車 車主說如果我要私了的話 要賠二百萬 你這麼瘋? 不如我現在發張照片給你看看 我真的撞爛了別人的車 撞成這樣的人都沒事 也算幸運了 兒子, 二百萬雖然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但是被人當水魚壓著搶, 我不想 就這樣吧 其實他之前幫我們收了很多風 張龍快要追到他了 你也不用忍耐很久 你怎麼說就好 來吧 二太, 西龍先生, 你找我 是呀 我想告訴你 Rebecca出了加東意外 那那個人有沒有事? Rebecca 果然, 他們倆一定是在一起的 張龍,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我剛好經過這附近 看到你在這裡 我就走過來, 你在這裡幹什麼? 我剛才撞車 我開車的時候 我不小心撞到人家的跑車 不過幸好我們雙方都沒有受傷 你在哪裡撞?車子呢? 在這裡而已 車子被警察拖走了 對了, 我剛才只是下完頭工 我認了不小心駕駛 現在兩輛車都全失敗了 我要賠二百萬給別人 二百萬?這麼多? 對不起, 客人早到我走不開 我過了數給你賠給別人 晚點再聯絡 現在沒事了, 我先走了 Rebecca, 你說謊了 你根本就不要撞車 Rebecca, 我記得你之前在咖啡店說過 你的車牌過了期, 你沒再續到 所以你沒可能開車 你不讓我開大膽的車嗎? 你無牌駕駛 去到警署, 哪有可能給你賠錢 都可以解決得到 你別再說謊了, 好不好? 我是說謊 現在我也不怕跟你整件事攤開來說 你根本就是農曆士的人 幹什麼? 你想在你面前領工 還是想跟我分錢? 全部都不是, 我只想跟你說 我喜歡你, 葉璧家 真相由你揭衷 想看台興劇 《幻名真相》的精彩片段 快點訂閱TVBUSA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鈴鐺